患有身心障碍的病患除了要面对外界异样眼光 在复原的路上也必须仰赖亲人的支持 为了感谢父母的辛劳 卫生局就邀请300多位病友和家属 一同观看温馨的卡通电影 鼓励病患要像电影中的主角一样 努力克服困难 用Saxphone歌颂对家人亲友的感谢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的病患走出户外 以及感谢亲友的支持 卫生局就邀请300多位病友和家属 一起观看温馨卡通电影 勉励患者向电影的主人翁学习 那么在过去一年当中 大家花了很多的精神在照顾他 把心闲在那个地方 我们希望每年的8月8号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的 我们这些病友他们的病友们 或是家属们能够放松他的心情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整个身心健康 在散布于整个社会 那因为精湛的朋友 我们希望多接触社会 他们能够多融合在一起 对他们的病情是有帮助的 那走出来 我们希望也呼吁社会 大家共同的来接纳他们 患有身心障碍的患者 除了要面对外界异样的眼光 复员过程同样也漫长艰辛 其中亲友的陪伴也很重要 透过走进电影院 不但让亲友有机会放松休息 也能帮助患者尽快适应社会环境 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 我想是很重要 那第二点是 身心障碍的病友 常常没有办法获得家人 亲友 或是社会的支持 那他们也缺乏自信 自尊心等等 用这样的走出来 大家对他的帮忙 肯定他自己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现场也摆放了身心病友的 明信片创作作品 并选出优胜颁发奖项 希望透过不同形式的鼓励 帮助身心病友能重回社交生活 在家人的陪伴下痊愈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